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沿途经过了五元湾海域 观音山海域 澳头海域 大邓白哈礁海域 从外观上来看 这些海域的颜色全部恢复了蓝绿色 水色正常 表明赤潮已经消亡 虽说炼状罗家早在我市的海域中已经消亡了 已经在13号消亡 绚炼脚毛早的密度远低于赤潮基准密度 而会造成有毒赤潮的炼状罗家早没有再检出 但在13号的海水取样检测中 依然有抽检到炼状罗家早产生的麻痹性贝类毒素 下午 昨天的海水样品检测结果刚刚得出 从数据来看 目前我是多个取样海域的海水中 均未检测到会产生有毒赤潮的炼状罗家早 其他藻类虽有存在 但远低于赤潮基准密度 而在所有取样海域中 公务码头 白石炮台 大等白哈礁这三个海域 仍有检测到由炼状罗家早残留的麻痹性贝类毒素 但含量极低 目前我市赤潮应急三级响应仍未解除 工作人员还将持续对我市海域进行监测 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要谨慎使用贝类 记者王玉坤 段志伟报道 这几天我是持续降雨 不少区域还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 在北部山区连日来的降雨使得土壤的含水量 是急剧的增加 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也在不断的提升 今天下午五点钟 是国土房产局与市气象台 再次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 现在我是山区村镇 也已经在加强对地质灾害点的巡查 同时做好防汛抢险的准备 随时应对突发险情 上午九点多 在我市海拔最高的行政村 白礁祠村 村干部们冒着雨 开始了一天的巡查 巡查的重点就是村中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白礁祠36号房屋就位于一处地灾点旁 房屋背后紧挨着泥土裸露的陡峭山壁 巡查人员爬上山坡 仔细查看了周边的状况 看那个墙壁 如果墙壁没有水了 就是土已经拔满了 含水量已经拔满了 就是比较危险了 看水锅有没有通 看水有没有就是太多了 如果太多了就是要将他们转离 不然就是如果发生危险了 这两天 村干部们每天要分组去地灾点巡查 雨大的时候 每个小时都要去查看一遍 上面那边有泪雨很 如果藏起下雨 留到下面下地 它就会垮下来 就肯定要注意 那在跟随村干部巡查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发现 由于最近持续降雨 土壤含水量比较高 在村庄里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小范围的滑坡和滚石的情况 村干部们说 目前全村共有六处地灾点 涉及28户 140多名村民 其中有两处属于我是重点防范的地质灾害影换点 从13号开始 白礁石的雨势逐渐增大 为了保证村民的安全 当天傍晚6点左右 村委会就将所有地灾户 微防户 共100多人转移到了村部和小学 昨天早上 随着雨势减小 一些村民已经陆续回到了家中 不过由于现在防御暴雨洪水的应急响应还没有解除 村委会还是要求一些居住在微防中的住户 赞助到亲友家中 据了解 目前我市在侧的地质灾害影换点共有一百多处 主要集中在同安 祥安的北部山区 其中危险性 危害性较大的地质灾害点共有九处 而我市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崩塌 滑坡与少量泥石流 目前各山区村镇都已经加强了对地灾点的巡查监测 一旦出现险情 将会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进行转移和安置 这两天的雨还是在下 我们两委跟应急问题还是继续组织群众 监测那些比较危险的地方 以下就是转离为目标 把村民先转离出来 记者公家 王汉阳报道 今天 斯明区教育局发布了今年秋季小学招生政策 和去年的招生政策相比 今年变化不大 整体上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 画片片区也基本和去年一致 根据斯明区今年秋季招生政策 一年级招生不需要网上预报名 辖区户籍失灵儿童 符合政策规定的港澳台 华侨外籍失灵儿童 以及各类政策性照顾对象子女 可以直接在7月9号 10号到所在片区小学报名 今年的招生对象为年满六周岁的幼儿 继2010年9月1号到2011年8月31号之间出生 片区对象的界定是两一致 即孩子与父母户口一致 实际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一致 片区招生对象落户的截止日期为2017年7月10号 除了两一致以外 要就读原省籍示范小学 韩分校和斯明区协和双语学校片区的 还要满足居住时间等条件的要求 有关具体的小学画片招生方案 明天上午市民可登陆四名教育网自行查询 本台记者报道 因为目前我是部分辖区可提供的入学学位有限 小学幼儿园入学难的问题让不少家长犯愁 不过这种情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善 日前海仓区教育局表示 今年辖区将计划竣工交付使用10个教育基建项目 届时新增总学位9030个 云美小学是今年海仓区准备交付使用的新建小学 目前教学楼体育馆等主体建筑已经建完 正在进行操场硬化施工 接下来还将对室内进行精装修 预计7月底竣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根据规划今年9月份我们招生6个班级 300名学生 今后规划是36个班级 1800个学位 同时位于海仓万科城小区旁的万科城幼儿园 也将于今年9月份建成投用 可提供100多个小班学位 从而解决万科城小区孩子多 学位不足上幼儿园难的问题 上个月有对我们万科这边楼盘的孩子 进行了一个摸底 那现在初步的摸底的情况 大概可能大概有100个孩子左右 那如果我们这个万科幼儿园起来的话 就可以相对来分解 就是海峡幼儿园这边招生 就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 除此之外 海仓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学校 双十中学 海仓副校二期 华中师大副小 扩建二期等10个教育基建项目 也都计划在今年内交付使用 届时新增总学位达到9030个 其中幼儿园1440个 小学3990个 初中3600个 另外教师招考目前也正在进行中 在今年9月份开学之前 师资队伍会得到进一步充实 虽然今年海仓区总学位新增不少 但记者拉解到 今年海仓区小学入学学位增加的 却不是很多 只有300个 一所新建的学校 我可能今年只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造 那么它实际上 今年我能增加的学位 就小学一年级的这个学位 从目前摸底的情况来看 我们副级的私林儿童跟外来的 这个随签子女已经有6700多人这样子 但是我们今年我们公办学校跟民办学校喝在一起 我们能提供的学位大概在5900了 随签子女它不太不符合这种我们厦门这个入学的条件 这样子的部分扣除掉 我们今年学位缺口还有400多人 为解决辖区入学学位紧张的问题 今年海仓区教育基建项目将计划开工15个 建成后将新增总学位17850个 记者雄伟杨人杰报道 厦门地铁车站开放日活动今天举行 目前地铁一号线车站已经进入全面的装修阶段 其实大家都很好奇地铁里面的车站是什么模样呢 怎么乘车呢 怎么出站呢 今天有一部分市民朋友在一号线的沿内站 就抢先了解了这些问题 我们也来抢先看一下 从一号线沿内站四号口进入地铁站 地铁设计单位向参观的市民们 讲解站厅内的装修风格 设施设备 无障碍设施 导向标志系统等 对市民朋友关心的问题 也进行了逐一讲解 市民朋友一边仔细地填写问卷 一边和工程人员 站务人员积极互动 训练有素的运营公司站务人员 向大家展示了站台乘车秩序 指引规范动作站台接车五步曲 目前地铁一号线沿线的 24个站点的车站装修 大部分已经完成了总任务的50% 记者在沿内站看到 整个车站分为两层 一层是站厅层 一层是站台层 许多的细节设计十分贴心周到 比如有专门的残障人士窗口 有专门的出口提醒等等 但有闽南风格的车站 和温馨的服务瞬间 也纷纷成为市民相机中的瞬间 记录下的就是整体的 还有特别是他们这一些服务人员 整个工作态度 还有第一次这种指示站牌 全部都记录下来了 这个因为我在北京啊 天津啊香港的都看过 他们有他们的那种 显得大气的一面 我们这个来显得更温馨 而且从那个入口那个造型 就看着就可以联想到 这是个海盗城市 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挺人性化的 这个地铁有我们厦门的那个特色 就是闽南风比较重 对 人质景的这个 这个真的是国内比较少见 我们好像9月 9月1号就要试动车了嘛 我是希望9月1号的话 到时候试动车 随着距地铁一号线开通试运行 愈来愈近 地铁建设的好消息也越来越多 目前地铁一号线全线继续开展 站点机电安装和车站装修 以及出入口及封停等附属结构施工 二号线完成两个车站主体施工 三号线19个车站及6个区间 正在开展维护及主体结构施工 四号线全线土建工程 开展征地拆迁和三通一平工作 本台记者报道 高电水厂承担着本岛主要的供水任务 为了进一步保障供水需求 去年12月高电水厂扩建设备 完善工程紧急启动 计划在高电水厂原来预留土建的基础上 完善原水管道以及制水供水系统 昨天扩建完善工程正式完工启用 这也让高电水厂的预供水能力 增加到了90万吨 跃居全省第一 这处平流池就是此次高电水厂 扩建设备完善工程的主要项目 它在水厂建设初期就已经建成 但却一直空置 现在它已经安装上了全新的 原水管道和制水供水设备 正式开始了日常的生产 而它的加入也带来了 15万吨的日供水量 那目前我们这个设备投产之后呢 我们高电水厂全厂已经达到了90万吨 每天的这个供水规模 那这个规模目前在全省已经是达到第一位了 此次的扩建完善工程 克服了内外部多种不利因素 例如协调临近生产区域与施工现场的干扰问题 确保水厂安全供水 以及机场航空限高管制 杀石紧张物流受阻等困难 经过多方努力 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高电水厂扩建设备完善工程 提前两个半月完成工程建设并投产 而这个项目的投入 也将有效保障本岛即将到来的夏季用水高峰 记者刘英杰杨人杰通知员叶绝报道 欢迎回来 是我们考评人员在近期的走访中发现 民族路和成功大道交汇处的桥下部分 存在比较明显的管理盲区 生物寻报我们来关注一下 站在民族路与成功大道交汇处的路口上 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民族路道路两侧都有任意堆放的杂物垃圾 一侧为铁键 占据了人情道十来米的长度 并将人情道完全阻断 另一侧为沙土和垃圾 完全占据了人情道的转角处 因为是雨天能看到 冲散沙土顺水流进入了渔水井 脏乱并不至于此 顺着成功大道桥下 往海边的道路能看到 路口处有废弃的大石块 绿化带内有堆放的铁杆 沿道路的围挡残破倒幅 并有多处绿化垃圾滞流路面 还有一些施工用的物品和垃圾 堆积在桥下通往海边的另一侧通道 据可门人了解 已经有两个月以上的时间 没人清理了 希望上述问题能够引起 属敌下岗街道的重视 尽快采取措施 落实管理 记者刘华报道 11号下午在一辆行驶中的 791路公交车上 一名年轻男子突发疾病 昏倒在车厢里 危急时刻 公交司机和乘客伸出援手 将患者及时送医就职 监控画面显示 11号下午4点半左右 这辆791路公交车 正从信林开往祥安 当车即将到达孙厕站时 车厢中部 一位年轻男子突然晕倒 旁边的一位乘客 立即把他扶到座位上面 公交车司机林师傅 也赶紧靠边停车 并走过来查看患者的病情 突然那么小 我们就动压了 然后我就一扭头 我一看他走下来 我就怕他飞起来了 坐在座位上面 他看他也有点迷糊 又醒了 好像也有点 好像迷糊还是怎么样 我就问他说 要不要到医院 他说回给我摇头 说没事 没事后来 走一步看他 那个脸色苍白 随后林师傅把车开进孙厕站 让赶时间的乘客先下车 此时留在车上的几名热心乘客 有的帮忙拨打120 有的是着联系患者家属 而林师傅则驾驶公交车 直奔厦门市第二 十分钟左右 车子就开到了医院门口 几名热心乘客 迅速把患者抬进医院 在得知经过救治后 年轻男子已无大碍后 林师傅和几名热心乘客 才放心离去 两个男子吧 然后和我一起 然后我们三个 然后就是把他抬进医院里边的 看到脸也发白 嘴身也放出 然后那时候也没想完 是不是小事情 身上一个驾驶员 肯定这个要这样做的 记者 可能发生爆炸 情况紧急 消防官兵马上出动两把水枪 从车头两侧同时出水 压制明火 在高压水枪的压制下 大货车上的明火慢慢变小 但是驾驶室内的一些死角 因为水枪无法打到 明火还在燃烧 消防官兵打开驾驶室两侧的车门 并跟进水枪 把明火完全浇灭 之后消防官兵持续出水 重点给车辆的油箱进行冷却 直到应换排除 据了解 事发前大货车司机驾驶车辆行驶时 突然闻到驾驶室内 散发出浓重的塑料烧焦味 并有火光闪出 随即靠边停车 目前起火的具体原因 相关部门还在调查中 本台记者和特别记者报答 近日两辆渣土车因为超限被查 而车老板非但不配合调查 居然还电话召集了二十多人 前来阻挠执法 甚至辱骂威胁交通执法人员 不过最后都没能得逞 超限车辆被加重处罚 当天晚上九点半左右 东福超限检测站的交通执法人员 上路巡查到信兵路时 发现两部渣土车涉嫌超限 当即上前拦查 就在执法人员等待车老板过来配合调查时 两名渣土车司机却不见了踪影 车老板来到现场后 直接将车停在渣土车前 然后向执法人员求情 我没有说不配合你 我也没有叫驾驶员走 那走 是不是 那跟驾驶员走 配合我们回去 那我是跟你讲 如果能手抬高一点的话 定量抬高一点 在被交通执法人员拒绝后 车老板开始打电话 二十多分钟过后 陆续有十多部私家车赶到 先后下来二十多人 聚集在执法人员周边 这些人不断用言语辱骂 威胁执法人员 并怂恿老板 不要配合执法人员 这两步配合我们回去 好吧 你不要听他 甚至辱骂你 甚至威胁你 甚至威胁到你家人 说你家住哪里 你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 执法人员立即报警 公安特警到达后 驱散了这群人 随后两部超线车 被压车开到了 东福超线检测站 经过磅检测 两部车分别超线 22吨和25吨 超线率高达88%和100% 按照我们的省理院 方法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这种暖暴力 情节不是很重的话 我们要给予 5000至15000之内的 家动阻拔 据了解 在当晚的查处行动中 共查获七部超线扎土车 强制卸货117吨 记者闲运 段志伟报道 监测机构显示 今天我是环境空气的 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U级的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34 空气质量为U 香料是化妆 医药 食品行业不可或缺的原料 但是目前 纯天然香料的供应 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往往只好用化学 合成品来替代 于是美国的一位科学家 就想利用基因的技术 来解决天然香料 供不应求的难题 今天的绿色小仓识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目前许多纯天然香料 都存在供不应求的局面 比如有食品香料 质网美誉的香草 每年需求量高达1.8万吨 但产量不稳定 价格波动极大 此外 纯天然香料 对原料的耗费极大 比如传统工艺制作的香水 可能要耗费成千上百朵玫瑰 尽管利用化学原料 人工合成的香料 价格低廉 但是消费者仍然 钟情于天然香料 面对这种情况 美国科学家 汤姆奈特决心 用基因技术 解决天然香料 供不应求的这个难题 他成立的生物工作室 对天然花卉或树木的基因 进行拼接和改造 然后移植到酵母身上 最终制造出 作用类似于酒区的微生物 当然这种特殊微生物 分解营养物质 发酵后产生的不是煤酒 而是散发奇特香气的 玫瑰香水 由于使用了机器自动排序 生产速度快 10天左右就能将 微生物制造出来 这种生物合成方法 不像香水的传统制作工艺那样 为了得到一瓶香水 要摧残成千上万朵玫瑰 是一种可以多次重复 低成本的做法 也不会像化学香水那样 被追求纯天然的消费者唾弃 利用这种方法制造的香料 不但可以用于香水生产 还可以用于烘焙 调味等产品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下面的环境空气 质量情况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很好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 等级为优 好 以上就是今天 特区星空广场的全部内容 做一次好事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接下来的十分观众节目 就让我们一同走进 几位公益女性的故事里 也欢迎您准时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